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被人砸破了头 满脸血污的场景十分诡异 警察对着她蹬鼻子上脸 采集了上面的血液 发现血液竟是来自几个不同的人 而神像的内部还藏着一个被割喉的女人 通过她身上的制服判断 她应该是附近的保安 有可能是她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人破坏神像 反被杀人灭口 当时跟她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男保安也消失不见 下方的神像小岛的观景器 被人用铁丝固定了方向 上面还留有血迹 顺着固定好的方向看去 竟然从对面楼顶 看到一个做得直挺挺的男人 面带微笑一动不动 警方来到对面 发现男人已经死了 脱掉她的外套里面的背心上 又鲜血写着还要再杀两个人 这凶手简直太猖狂了 试检时 法医从男人嘴里找到一个铁片 而且她的血液和神像上的 其中一个相同 随后女警察送来固定观景器的钢丝 彭彭纳独特的质感和韧性 推测出这应该是钢琴的 第29个白剑的琴弦 还没等调查清楚 警方又收到了一个可怕的东西 一只断臂被一个渔民送到警局 经过比对后发现 这只断臂正是属于女神像 父亲失踪的男保安 通过横截面可以判断出 手臂是在水中被传的螺旋桨切断的 而且没有任何肾血的痕迹 说明她是死后被丢进了水里 警方在之前取出的小铁片发现 这是一个八音盒的零件 她的材质和发出的乐曲都非常特殊 经过调查查出音乐盒 是当地很出色的一位女钢琴家定制的 当警察把东西拿到她面前 她说这确实是自己的 只不过之前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 警察又给她看了死者的照片 钢琴家却表示她并不认识 于是女警察只好来到死者的家里寻找线索 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眼熟 原来一年前这里也发生过一起命案 遇害的女孩也是一名钢琴家 这栋公寓的房东正是她的男朋友 可是案子至今也没过 成为了一种悬案 回过神埃的女警察走进房间 发现浴缸里全是血迹 看来这里就是第一现场 紧接着电话录音突然自动响了起来 这应该是死者遇害时录下来的 警察怀疑凶手在监视他们 知道他们的一切行踪 还故意放出录音给他们提示 警察从桌上拿起一个相机 里面是一个男人浑身是血 被绑起来的照片 根据他身后的背景 将位置锁定在了一个音乐酒吧 警员赶到这里听到鼓里面发出来 微弱的呼救声 警察划开鼓面 突然一只大爪子伸了出来 拆开后看到一个男人满身鲜血 表情扭曲 痛苦的挣扎 送去医院后 还是没能抢救成功 不过警方从他手机里发现了一段录像 男人不停的被殴打 还被迫说出了凶手的相貌特征 警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自打他们发现了第一个死者后 他们似乎都是在凶手的指引下进行侦破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他们实在找不到这几名死者究竟有什么联系 经过反复调查 他们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原来死者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一年前同住一栋公寓 也正是女钢琴师遇害的那栋 所以很有可能是女人遇害时 他们都是目击证人 所以被凶手杀人灭口了 警察突然想到 之前那个女钢琴家一年前也是住在这种公寓 或许可以从她这里找到突破 此时的钢琴家正在举办自己的音乐会 警方在现场发现人群中有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警察只是看了他一眼 他撒腿就跑 显然是做贼心虚 不过警方很快就将他拿下 审讯室里 男人承认了自己是凶手 只不过他是一年前杀害女钢琴师的凶手 最近的杀人案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还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女神像 随后女警察来到公寓 找到公寓老板 告诉他杀害你女朋友的凶手抓住了 可是男人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女警察顺手弹了弹他死去女友的钢琴 原来女神像相关的案件正是他做的 女警察对他穷追不舍 在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男人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女友遇害当天 有三个人亲眼目睹了整个杀人过程 死去的两个男人和那个女钢琴家 男人原本以为他们会勇敢的站住了作证 可是他们却怕惹祸上身 全都选择了沉默 所以他才要用自己的方式 让这些袖手旁观的帮凶 得到应有的惩罚 男人说的正起劲 警察趁机一枪打中了他的要害 整个案件终于告破 有时候人们对于他人的灾祸 一向都有势不关己的庆幸 但是正义也许会迟到 却永远不会缺席 那么对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